胡荣华跟王天一一共下了一爬棋 而且是王天一获胜 但是胡思令的得意弟子谢静 在19年的南北对抗C上 为胡思令出了一口气 他使用布局飞刀 仅50多回合战胜了王天一 杀招精妙 只得一看 红发谢静开决的先人之路 那黑发王天一足底炮 红发架中炮 黑发双下连环 红发上正马 黑发共三足 咱们发现红发呢 是以黑发的中路作为偷破口 黑发是以红发的七路线 作为打击的目标 那接下来红发平居紧盯黑炮 黑发送足渡河 下一笔下打下将军 要抽红居 红发上马之后 黑发起横去 那红发把局开出来 黑发平居过攻战类 红发打中族一将 黑发补士 红发平破打掉别阻 那黑发上马同编 接下来红发先补一手士 黑发平居夜地藏花 那红发拱兵火马 黑发则平破打局 红发吹掉炮架 接下来黑发上马同编 那红发刷下连环 黑发拱足 那红发进破形成单子破 压缩黑发空间 黑发平破 瞄准红发的三路线 因为这个气呢 三路马是脱根的 那实战红发先选择进居到足灵 继续封锁黑发 黑发拱足 红发冲中兵 黑发再拱足 红发上马 那黑发禁居雄河 这个气如果说直接选择平足 红发呢 势必会选择进马 这个气呢 就接近实战 红发呢 是占优的 那么当时 黑发先禁居雄河 那红发拱兵渡河 这个气如果 此时黑发平居吃掉中兵 红发上马之后啊 歇登居 这是绝对的歇数 假如黑发此时再平居去顶马 那么红发可以退马 吃掉你这个顾河族 这个族呢 浪费了好多部数啊 被红发轻易的破掉 对于黑发来说呢 很不利 所以呢 刑期之此 黑发也并没有接受对兵 实战的歇平族 红发上马打住黑鞠 黑发平炮 随时呢 要打马 那红发退炮打鞠 黑发退鞠腰队 红发接受对子 啊 那这个旗如果说不接受对子 虽然说红发的鞠呢 也是有根的 啊 这个旗呢 比如说你不管 鞋把鞠呢 啊 抬起来 那么他这个旗呢 就把你这个鞠吃掉 吃掉鞠 啊 你这个旗如果说 吃掉黑发的鞠 黑发这里呢 啊 就这个吃炮的鞠手 这个旗呢 明显红发呢 又丢子 所以说走到这里呢 红发只好吃掉 黑发把鞠一吃 然后红发平兵 啊 提前逃离血地 并且呢 给炮生根 黑发把马一吃 红发把炮一下 黑发呢 把马跳上来 这个旗红发不敢打马 假如说打掉 黑发把兵一吃 同时呢 还吃着双炮 总之呢 能够找回狮子 而且呢 还把红发的兵给吃掉了 这个旗呢 黑发比较满意 那么当时 红发禁区些捉马 黑发上马 躲黑 红发落下 下一步呢 还可以平区过雷 继续捉马 那黑发 禁迫打兵 红发 平区吃马 黑发退马 随时登居 那红发 再捉 黑发 再逃 接下来呢 红发 再捉 因为这是一盘 快起司 所以说呢 双方的时间呢 都是比较紧张 然后呢 再捉一下 黑发 再躲 红发 再捉 黑发 再逃 此时 红发 炮正中路 那么下一步 就有平区捉马的先手 捉马 同时呢 有禁区点交的起 比如黑发 上马拍合 红发 平区捉马 黑发 退马 再登区 红发 禁区点一交 黑发 只能 退区 红发 把区 吃一交 黑发 一出将 退炮呢 打足 又一将 黑发 一进将 红发 上马之后 红发 明显 占优 这个起 黑发呢 吃亏 那咱们自己看这个实战 当然实战 黑发呢 提前退去 这个要的话 红发 平区呢 就没有禁区点交的机会 那红发 先把马跳上来 投入战斗 黑发 平区 打算捉马 红发 则弃马 攻杀 下来 黑发 不敢吃马 否则 红发 禁区呢 是绝杀 那么实战 黑发 退马 那红发 消灭 黑发 过河族 当然这里呢 黑发 也是有对军的起 对军之后呢 还是红发占优 比如这个起 黑发 禁区点一家 那红发落势 坎市再讲 啊 这个起呢 也只能说做掉 黑发 上马一家 红发 竞涮 黑发 把鞠区 红发 上马 保兵 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 也是红发 稳持歇数 休战优势 啊 这个起呢 黑发也不好下 那咱们看这个实战 当然实战 行之至此 黑发退马 吃兵 下一步行呢 还有吃鞠的起 红发 平居 保马 同时啊 还有吃黑马的起 那黑发 这里点一家呢 也是没气的 啊 所以说呢 他实战 先把马 逃K 红发 则平破 打掉鳖族 接下来 黑发 平居 强行 腰队 啊 这个起呢 如果说 对掉的话 那也是跟实战 差不多 那黑发 很有可能的 就做掉了 但是红发 不好取胜 那么实战 红发 不对局 啊 要求对马 黑发这里呢 把马一吃 然后红发 把马一吃 黑发主动 出家 解杀 红发 禁局 点一家 黑发 起降 然后红发 再选择退居 随时吃破 这是一步歇数 黑发 上马 保破 那红发 再选择 平破 这已经呢 是集结了 四个子力 准备呢 进攻黑发 比较空虚的右翼 而且 黑发的老家 离位塞封说 这里呢 红发 挑战到了优势 那么接下来 黑发 退居 随时吃兵 红发 拱兵渡河 黑发 净炮 那红发 平居 随时呢 可以点加 黑发 退居 准备防守 因为这个起呢 他家里啊 又打住红发的炮 那红发 此时把炮呢 退回 转移了战略的目标 和发向 那接下来 黑发退下 红发 平居 那么将来啊 给禁居 点加 黑发 禁居 随时吃兵 那红发 先禁居 点一加 黑发 起降 然后红发 平兵 用居呢 给兵 升耕 接下来 黑发 禁居到 兵里线 准备下一步 平居 切置 那红发 先平破 打一架 黑发呢 也只好补士 那为啥 没有选择 平居 切置呢 假如黑发 平居 切置 红发呢 有个平兵的 先手 那这一步 非常地凶 假如这里呢 你把 居一吃 那么他 重破呢 就会形成绝杀 所以说呢 黑发 没有平居 切置的机会 实在补个 誓 那红发 把黑发的 誓 砍掉 红发 主动 进教 把居 北头 切置 红发 拱兵 黑发 退炮 红发 再拱兵 黑发 炮正 中路 教练呢 有可能 吃炮 红发 拱兵 叫杀 黑发 雷不及 吃炮 如果 黑发吃炮 红发 进炮 绝杀 那么 实在 黑发 飞下 飞下 解杀 那 红发 主动 出涮 黑发 落下 防止 红发 进炮 点 加 那 红发 把 下 一吃 黑发 继续 进马 打算 助攻 红发 平居 随时 吃马 黑发 退马 红发 平兵 黑发 平居 随时 吃炮 红发 平炮 堵 黑发 继续 进马 登炮 红发 刚好 平兵 一家 黑发 起降 红发 进炮 一家 黑发 王天一 投资 认输了 因为 这个期 只能选择 落实 红发 进炮 就是 重炮 绝赏 这一排 也确实 精彩 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 视频 会更加 精彩 喜欢 下期的期 可以点个 关注 点个赞 谢谢大家 再见